吉隆坡十月啤酒节突然喊停 掀起社会两极化反应 向来坚持反对立场的伊党 昨天第一时间发文告 赞扬吉隆坡市政厅的做法 引起不少热议 而伊党联邦直辖区青年团 宣传主任穆哈默沙西尔 今天在脸书贴文 让这起风波继续延烧 沙西尔在文告中强调 伊党不反对非穆斯林喝酒的权利 但他认为以马来西亚名义举办啤酒节 将破坏我国以伊斯兰为官方宗教的形象 他接着指出 所有人必须尊重彼此的宗教和文化 才能维持容忍的精神 而喝酒只会给社会带来争执 离婚意外等等部分宗教的负面影响 所以伊党才会坚决反对啤酒节 而且活动工作人员很可能是穆斯林 主办方将无法保证 不会有穆斯林涉及啤酒节活动 最后沙西尔还强调 穆斯林非常尊重 非穆斯林的文化 但我国人口占多数的是穆斯林 因此他促请非穆斯林 不要做出一些 会影响伊斯兰教的挑战行为 前首相署部长兼行动党党员 在伊伊布拉辛昨天也在脸书贴文 讽刺反对啤酒节人士 可以接受三妻四妾 却不能接受娱乐活动 这段贴文很快就遭到 玻璃市宗教司阿斯里贴文反驳 质问啤酒节跟合法的 一夫多妻治有什么关系 阿斯里重生喝酒的负面影响 并指啤酒节可能促成烂交问题 相反的合法的一夫多妻治 为夫妻设下条例和义务 维护伴侣的关系 最后他强调 穆斯林在评论类似的课题时 应该持有道德操守 不要胡乱发言 NTP7综合报道